给我给你,让你知道 所以如果说这个问题他会跟你讲说 你这个反斜电风出现 所以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在输出之前 我刚刚讲的按部就班 你可以先把这个print 这个串列里面的东西 你先看过一遍 你在做后面的可能比较容易成功 不然的话你为什么错你也不知道 有没有,这边有个反斜电风 那你在那个党名里面有一个反斜电风 当然它就不允许 你不能说一个党名对enter 那当然就错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把它注点掉 我们大概知道问题 很简单嘛,就是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最后那个跑一个回圈嘛 把它里面的东西都抓过来 那比如说抓三重的话 把后面这个反斜电拿掉 刚刚才讲过,抓过来的name 你可以name点什么呢 你可以用repress,或者什么 street,然后刮呼 把里面的那个反斜电 n帮我拿掉 这样ok吧 这样的话执行第一个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你这边是两个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嘛 如果你像这样的话 他会以为是 这什么 他这样就变成输出双引号 有没有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你就记得再加一个 所以只要有串接 最后是双引号的话 你就不能单独使用一个 或是他会误会 所以我们就两个 两个 ok,这样来解决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启 开启完之后的话可以 开读写 ok,要写用a 分别把它写 写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结果 ok 好,执行 ok 合并完成了 不过呢 合并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我们要的 打开 oh 有了 打开 那你会发现三重 这边三重都没有问题 三重包含 卢州 林口 这些 但是呢 好像有个地方 不太ok 什么地方 后面怎么多出中立 这边他怎么这样 这边 变成我要需要什么 手动在这边按个enter吗 好像按一个enter才对 所以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读一个 第一个档 他输出了 对不对 那你下一个档 他就直接贴到他的后面 可是最后面他没有多一个化妆 所以怎么办呢 那应该是要自己加 所以应该加在哪里 这个 这个把他先不要除准 这个删掉一下 因为A模式他会一直串 所以你要把他删掉 记得就是怎么样 他读完之后 也把他写出去 那写的话是这个 那写那些东西 后面记得加什么 加一个 换行 有没有 输出的时候 最后帮我加一个换行 这样的话下一个 就会再放到下面去 如果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以让他换行两次 让他区隔的话 可以啊 你就再多一个换行就好了 这样的话变成三重 中立中间会多一个空白 的那个空白力 OK 所以这边假设我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是 记得要把那个 你刚刚那个 O点贴的先删掉 如果你没有删掉 直接再输出 他是A模式 会加在下面 他不会把他覆盖过去 OK 即便你下一次执行 他还是一直往下 不会哦 所以你特别注意 一定要手动把它删除 然后执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O4K呢 看一下他会不会自己 把它串到后有一个A打开 那你可以看到这三重的吧 有没有 中立部分有没有看到 除了有换行一个 又多换行一个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多 两个换行 把它加到后面去 让他可以累加 OK合并完成 大概是这样 所以在Python里面 如果你要做大量档案合并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可以配合DOS 这一招 然后再配合什么 我们前面讲过 Read the line 跑个回圈 串接党名 读取 写出去 就OK了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再试一下 那我有把那个做完的那个 完整的程式码 在云端上面有 那另外的话 我有补充 其实不是说 只有Python可以合并 其实用VBA也可以合并 那各有千秋 各有他的 这个强项的地方 回去的话有时间 你可以再看一下那个VBA的部分 那今天大概就是讲到有关 这个档案的合并 串列 这种综合性的应用 其实这些题目呢 跟考试证照机也有蛮多的相关联的地方 像今天我们904 902 其实都是读档 读进来之后切割到串列 在最后去处理 最后我们要补充一个就是 合并档案的部分 那回去的话可以再试试看 那当然后面我们还会再讲就是 怎么样OS.work 也许你可以不用用DOS下指令 也可以自动抓到档 不过这个时候可能要用快回圈的 那其他部分的话 下一次上课我们会再做 就是字典档的处理 Addictionary 部分 就是字典格式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个key value 部分 那再来就是资料库了 OK 不过可能也是穿插啦 如果有跟那个症状考试题有关的 也许我们就穿插一下 不然的话这个 你们1月14号就要考试了 所以回去的话 你真的要很认真准备 那今天的话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今天到这里